迈入5G延年 您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 几秒内完成下载一部电影的超快网速 而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跃进 无人驾驶 数码的王爷和机器人 这全都是在5G普及化之后 您能看到的美好光景 可是现在不需要等到5G完全成熟 你就能够率先到5G 感受一下5G给生活和商业带来的无限便利 马上跟随机者余伟健 一起到5G技术展览走一趟 体验一下快速生活 我感觉上好像有点像看戏 已经看见了电影的一次 进入这种真实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未来世界的计划 所以感觉上很神奇 我们人类可以这样做到这种事情 我今天是蛮惊讶一下来这边 因为现在东西都很科技 它就很现代化 让我有一种好像来到未来的感觉 这样子 没错 欢迎大家来到不成的5G技术展览 大家都来这里第一时间抢先体验一下5G生活 到底是有多么的厉害 在我身旁这个就是Hologram Code全息影像通话 那Hologram Code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是未来的通话方式 那我们也可以说是更快 更有现场感 3D版本的通话方式 这项技术适合用于商业用途 让分隔两D的员工或客户 透过全新影像开会谈话 更重要的是采用5G技术之后 通话过程几乎不会有任何网络延迟的问题出现 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3D 3D的影像 表示我们其实可以用multiple的镜头来录制 所以感觉上你是觉得那个人 是完全在你的面前的 是跟那个平面的电视是完全感觉不一样的 非常好的感觉 in the world我们是讲这个real time 表示说你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Hologram 他们站在对话 是完全没有说那种Lagging的 你没有觉得有一点慢 完全没有的直接的interaction 在会展中心除了有全新影像通话 模拟版本的无人机安全监控系统之外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 由首相敦马哈迪主持该幕典礼时 所乘坐的无人自驾车 没错 目前我就在鼎鼎大名的 无人自驾车里头 那顾名思义 无人自驾车就是不需要人来操控这个驾驶盘 车子就会自行移动 自行驾驶 那你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位司机 它的手是没有放在驾驶盘上的 不过这辆车是已经是自行的移动 在街道上行驶了 可是虽说是无人自驾车 不过在驾驶盘上 还是要有人坐在驾驶座上 现场监控以防万一 其实现场所展示的高科技技术 都要归功于这个5G信号发射器 因为5G通信技术采用的毫米波 相对4G的波长来说比较短 因此还是需要搭上4G信号发射器 才可以扩大5G信号的覆盖率 由于5G频率较短 之后不排除会在大街小巷各个角落 看到许多5G信号的发射器 那这样一来也会让民众担心 5G普及化之后 会否产生过量 甚至是危害人体的电力辐射 对此现场技术人员表示 在落实5G技术之前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会限制发射器所发出的电波频率 确保不会影响公众健康 NTV7 余伟健 采访报道